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甚至连天体的种类都是无情 但即使宇宙浩瀚 我们仍旧要去追寻宇宙的奥秘 虽然我们难以发现四十光年之外的类地行星 但是我们可以观测四十光年之内的行星 而太阳系就是一个不错的观测对象 近年来我们在太阳系中发射的碳磁器数量也不在少数 对于太阳系我们容易就想起八大行星 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属于其中的一个行星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几个行星很有可能就是人类梦漫以求的第二星球 在这八大行星当中 我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火星了 而除了八大行星之外 对于地球唯一的卫星月球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火星和月球 我们发往上面的探测器数量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火星相较于其他的同地行星 距离地球较近 同时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也符合人们的需求 总的来说就是在众多行星中较为合一的了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 火星具有很大的潜质 很有可能被打造为第二星球 火星与地球有一定的相似度 从星球环境来看 火星虽然比较干旱 星球表面温度也低 但是火星上有两极和四季变化 此外 根据科学家近期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看 火星上可能存在一个面积较大的液态湖泊 SpaceX CEO的埃罗·马斯克表示 火星与月球相比 火星更适合人类 他从计划2025年将首批地球体验者送上火星 但是杰夫·贝佐斯却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贝佐斯一直对月球寄予厚望 他曾提出数个与月球有关的计划 例如他希望能将快定业务拓展至月球 另外他也曾表示 希望能将月球打造为重工业基地 所以月球和火星到底哪个更适合人类呢 很多人认为是后者 虽然月球是一颗肉眼便能观察到的星球 但是人类对于月球的了解 其实比火星还要少 一方面我们对月球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科研团队曾多次发射探测设备 想挖掘月球背面的秘密 但次次都无功而返 而对于火星一直都有新的发现 据先前观测人员透露 维京号在火星上拍摄到了一次生物大切移的图像 如果被证实 是否就意味着火星上有生命的存在呢 如果说火星上果真存在生命 那么可说明火星环境还是能孕育生命的 这将大大增加人类移居的可能性 最近好奇号在火星上发现的不明物体 让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人类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族群 在宇宙中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一些科学家在对宇宙进行研究后发现 宇宙中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在其他宇宙中极有可能存在智慧生命 近期好奇号传来的一组画面 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他们将这段拍摄下的画面 进行放大分析再处理 看清上面出现的东西后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在火星地表严实的缝隙中 竟然有一张诡异的人脸浮现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类似女性头颅的部分 头发眼睛嘴巴都清晰可见 但是其苍白的面容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但是一些科学家却很兴奋 因为根据推测火星曾经出现过文明社会 后来却消失了 一些科学家认为火星人可能依旧存在 只是从地上转变成了地下 这次出现的苍白女性面孔 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生活在地下的火星人 因为见不到阳光 所以面容变得十分苍白 号星号火星探测器是美宇航局研发的一台 去往火星进行探测任务的火星车 它于2011年11月发射 于2012年到达火星地表 这台探测器是美国迄今为止 造价最高的火星探测器 耗资达26亿美元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台采用核能驱动的火星车 好奇号的任务是寻找火星上的生命元素 而截止好奇号登陆火星已经七年了 好奇号在火星上不仅发现了骨盒床 证明火星上曾经有水和湖泊 而在近日 在探索途中 好奇号还发现了一样生命必要的组成物质 有机物 好奇号在火星上检测出了大量的甲烷 而众所周知 甲烷作为一种有机物 一直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的必要依据 而科学家在探测器寻找地外生命时 除了确定一颗星球是否拥有水空气 以及适宜的温度以外 甲烷也是生命存在的重要佐证 在地球上 甲烷作为结构最为简单的碳氢化物 它广泛分布于天然气沼泽和矿井之中 甲烷是人类重要的工业燃料 但甲烷不仅在地球上才有 科学家就曾在一颗距离地球63光年 名为行星HD189733b的行星上 发现了甲烷的存在 但由于这颗行星距离恒星太近 围绕母星公转一周 仅需两天 因此这颗行星的温度超过了900度 虽然在和可行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生命 但科学家却利用哈勃望远镜 发现了这颗行星拥有大量甲烷的位置 温度就非常适中 是仅有的可需主区 它不冷不热 刚好可以寓意生命 因此在火星上发现的甲烷 也让科学家相信火星上或许已经存在了类似微生物之类的生命 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 好奇号最近还检测到火星上的甲烷气体含量激增 而如果按照体积计算的话 在火星上人们抽取一粒方米的空气 就十亿分之一的气体是甲烷 虽然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 火星甲烷是远古火星产生的 还是最近产生的 但甲烷是碳氢化物 它的存在就意味着水 有机物以及微生物的存在 一直是人类讨论的话题 很多国家也都在计划发射火星探测器 来观测火星的表面 看看是否真的有火星文明的存在 1976年的7月 美国NASA率先发射了一枚 名为海盗一号的火星探测器 7月25日的时候 这个探测器发过了一张火星图片 火星的地表 惊现了一张巨人的人脸形状的图案 这张照片覆盖了大约1873公里的范围 根据测算 这个奇异地形宽度约为1.5公里 火星上的太空脸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难道火星上真的有智慧生命的存在吗 这张照片里显示 1998年的时候 科学家再一次观测火星 在同一个位置 却发现 这张神仙的火星之脸消失 这个硕大的人脸 足足有17公里长 人们猜测 这是不是火星远古文明留下的人工遗迹 火星灭绝后 这个建筑物被封杀掩埋 这片照片里的区域 就是火星高等文明的基地 而就在一瞬间不见了 阴谋论者坚信 这是美国人故意把火星探测器 传回的图片弄丢 就是为了掩盖火星上巨大的秘密 但是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 火星探索技术的完善 科学家认为火星地表 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地面 这些地形在光线的影响下 就会形成一些类似人脸部的形状 这些特殊的地形都是自然形成的 根本不是什么外星文明 但是火星在太阳系所处的位置十分优越 充足的阳光 以及和地球类似的环境 都有可能会有生命的诞生 虽然火星文明猜想不太现实 但是火星曾经出现过生命体 还是有理论依据的 要知道 人类已经计划登陆火星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可以直接踏上火星 就可以亲眼观测这个神秘的星球 这样大量实际的数据 就会证明火星有没有生命体的存在了 因为科学家根据大量数据分析与建模发现 火星有奇怪的土壤反应 专家们认为 这是火星存在微生物的证据 虽然火星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寒冷的温度 高强度的宇宙辐射 以及幻物的地表 但是火星经常会有火山爆发的现象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火星生命呢 可能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还很落后 可是我们都相信 总有一天人类可以登上火星 建立人类移民基地寻找到生命 最终我们还会冲出太阳系 翱翔在这茫茫宇宙中 让地球文明遍布宇宙 对此 你又如何看待火星脸这个问题 你认为人类总有一天会实现太空移民吗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